哈喽大家好我是幽灵 欢迎来到全面战争模拟器 这一期给大家带来未来派系mod人物的演示 目前有五款人物 现在第一个登场的未来战士 拿的是一把能量光剑 非常的酷炫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攻击方式和能力究竟是怎样的 他是一个跳跃型的战士 直接可以跳过来 对方敌兵被击中以后会有一个缩小的状态 而且会有短暂的一个停顿的时间 咱们再换一组士兵再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弓箭能否击中他 目前看来是可以的 他并没有弹反的能力 他的攻击节奏也不是很快 但是效果是非常的给力的 打到停顿以后变小击杀 我们来看一下他掉血的情况 他血已经掉了一半了 现在给大家演示的就是拿着镭射枪的未来战士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能力 射出来的是绿色的激光 可以把人缩小 并且可以击杀 攻击的频率啊 适中一般 防御比较脆弱 现在咱们加上一支拉拉队 这样攻击的效果就爽快多了 依旧是拿着镭射武器的未来战士 这是飞在空中的一个未来战士啊 他的攻击频率比较快一些 而且是可以放大缩小 在空中啊 这样近战就无法轻松的去击杀他 咱们接着来看拿着镭射加特林的未来战士 他的攻击频率更加的快一些 其实啊 这个效果啊 是和之前两名都差不多的 都是把对方变小 或者放大 然后击杀啊 就这样一个效果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最后登场呢 就是手持电磁炮的未来战士 这个家伙就厉害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效果 首先攻击前 他有一段蓄力 哎哟 打击出去以后啊 对方都被放大了 然后不停的在空中打转 被击杀掉的 全部都灰飞烟灭了 没有了 消失了 看不见了 咱们再来第二发啊 就是这个冷却时间啊 非常的长 大概需要十秒钟 不过优点在于 他可以边移动边蓄力 哎哟 自己也被击中了 赶快逃 没有逃掉啊 自己也是被打交了 形成一个非常薄的 纸形状态 灰飞烟灭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电磁炮能不能秒杀 对面的树巨人和冰霜巨人 来我们让他蓄力一下啊 给他一个特写 好 击中了 来我们看一下 都被放大了 接着变小 变成纸片 灰飞烟灭 直接秒杀 那么这就说明啊 这个角色 他也是有祭祀效果的 咱们接着用奇遇和超级黑暗农民 再来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咱们现在没有开启联发模式 也没有开启无敌模式 由于奇遇是有自动闪避的效果 所以我要亲自操纵他 并且我们把奇遇移到齐边 他们有这个蓄力的时间 可以等待一下 好 现在已经是击中了 奇遇被放大了 我们用超级慢动作 能不能让他产生这一个祭祀效果 果然可以 奇遇直接被秒杀 咱们也用相同的方法来测试一下超级黑暗农民 咱们要贴到墙边 超级黑暗农民也是不容易被击中的 哦 OK 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被击中了 变大了 肚子刚刚好大 爆掉了 祭祀效果 果然是祭祀效果 又有一个职业 可以击杀奇遇和超级黑暗农民了 好吧 那么咱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